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那麼在年關將近的時候 我們能夠獲獲 作為一個龐大的詐騙集團 那麼也可以說 為我們的民眾 在過年期間的平安 可以立下更大 很大的功能 詐騙過幾段都是在看的 他們這些基地 都設在國外 都設在國外 但是最近這段時間以來 很多被獲獲的 這些詐騙集團 紛紛的被外國 譴責到中國大陸去 那這個對於這些 蕭小之徒就是不法分子 當然是在那個地方 他們沒有辦法去獲得 一些資源 所以說最近有一種現象 媒體稱為 詐騙集團都會有 鮭魚返鄉 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諷刺 所以說 這些不法之徒 他們把他們的基地 來安復到我們台灣 這當然也增加了我們台灣 檢查能力的一個重大負擔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事實的偵破 其實真的是對這些不法之徒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檢疫 一旦帶來我們的檢查辦案 是非常的積極 我們的成效也都非常的好 像這一次的案子 只有分佈這三個地方 包括台中 包括人家 包括 都會回來了 我們能夠一舉來重啟 這件事非常容易 所以我特別的要向 各位檢查同仁 表示有種的敬佩之意 而且是過年期間快到了 那麼我們在此也要呼籲 我們的鄉親朋友們 過年這段時間 我們立安一定會全力能赴 但是也希望大家 能夠提高解決 在過年的時候 我們希望大家是平安的 那麼也希望各位鄉親朋友們 為他做好 讓貴人立安一起去做 我們獲得這個情勢之後呢 就立即與刑事執行局 徵九大隊 來報請為雲林地檢署 朱起仁 朱起仁來官來指揮偵辦 那在從1月4號開始到1月23號 我們陸續在南投的清淨農場的民宿 還有台中市南屯區的民宅 還有桃園農潭區的這個民宅 破獲了連續破了三處的這個詐騙機房 那這三個詐騙機房 都一個共同點 他們就是利用大陸民眾的個資 來撥打電話來詐騙大陸的民眾 我們去做好